Hello 大家好 我是林冠 健康好生活有YouTube的官方频道 大家记得要赶快按订阅 先问江医师 我本人也是每天早上都要吞综合维他命跟B群的 而且我最近因为年纪比较老化 然后工作过劳 我发现我吃某个牌子 号称可以缓解一点疲劳酸痛的特殊配方 现在这不是制度广告 这真的人体实验 就是有含B12的 然后也有B1跟B6 因为有些综合维他命是B的家族通通都有 有些是某几个项目 我发现我身体可能消耗B1跟B12蛮大的 或者我的那个饮食摄取当中 这两个可能比较不够 我发现我吃那个精神比较好 会 因为其实讲白一点你可以看到 我们从B12356792 太多跟直接跟神经有关 像B1本身我们也知道B1如果不足 直接病人可以昏迷 比如说有些人长期酗酒 他B1很低 他会直接从记忆力损失到直接到昏迷 然后B12更不要讲 B12这是缺的严重会因为恶性贫血而要命的东西 那B9跟造血有关 所以他本身跟你的身体的神经 跟你的代谢 跟你的造血 跟你控制胆固存都很有关系 那我先讲我一个病人 我一个病人六十五岁了 然后得了是俗称公主病 那个所谓的纤维肌痛 然后你去检查 白血就会正常 什么都正常 连发炎指数都不怎么高 可是他就是痛 痛得要命 然后后来 在他找我 因为我们肾上科就是用不起止痛药嘛 这是我们的缺点 所以呢 我们就不敢用止痛药 所以他吃了很多止痛药 到我手上我就不敢用止痛药 所以其实我开给他巨量的B群 非常高巨量的B群 那吃了之后 他就可以不用止痛药 缓解了 对 他完全可以受到控制跟缓解 所以你可以知道说 其实小小一个B群 他有很大的功能 不过要特别叮铃 可是我打个岔 那表示那一个案例 他的身体可能耗鼠B群 耗得特别多 对 就是比如说 普通人可能这样的量就够了 他可能耗到这样的量 没错 因为你不要忘记 我们最旧H2B的代谢过程中 我们有大部分的人 很多人都有不同的代谢的速率 而且这个代谢的快跟慢 被报告会差到10倍到100倍 对 所以变成你的需求量 可能会是正常人的10倍到100倍 都有可能 那你不能满足他 他就病给你看 那我再讲一个 这节目真的不是在制度B群 大家不要看完这一集 每天照三餐吃一大堆 还是要调整一下看体质 我有个朋友 小麻痹患者 他前一阵子得那个带状炮疹 就是俗称的皮蛇 然后就很神经痛 然后他的医生给他打B群 他就说缓解很多 主要是打B12 然后后来他说 他就养成了 每天增加额外补充B12 因为他的医生跟他讲 他是小儿麻痹患者 他的神经系统可能是比较脆弱的 然后他的医生叫他补充维生素B12之后 他觉得他有舒缓一些酸痛 跟他晚上比较好 对 没错 这个是现今 在医学界有一种讲法 叫做MegaVitamin MegaVitamin 就是所谓的巨量 维他命血 他被发现说 目前RDA 目前我们推荐剂量 可能是真正的某些人的 需要剂量的千分之一 意思是对某一些人来讲 他血中需要的浓度 可能是推荐剂量的 100倍到1000倍 好理解 所以常常在领导上 我们也发现 比如说有人脊椎 作骨神经痛 那你当然不能开 当你不能开刀 病人太老 或其他神经病 不能开刀的时候 你给他注射维生素B12 那你可以达到 因为他打的嘛 所以他血中浓度 就会达到非常高的浓度 对不对 可是病人 很多病人的确 他的神经痛都可以得到缓解 好 那我问你 那如果长期大量的依赖 会不会有副作用 还好 B12对因为大部分人来讲 他的排线没有问题 如果他肾脏跟排线 没问题就还上课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B群对你的帮助有多少 他包括细拟的细胞的运作 造血 像叶酸跟B12是造血用的 让你有充足的体力 眼睛的健康 然后B1 尤其是脑袋 用了很多 那他会促进你的消化功能 那所谓B3本身 用它来维持你血管的扩张 不要让你变成高血压 跟心肌梗塞 然后他最促进肌肉健康 甚至于孕妇都要补充 叶酸 不然小朋友长出来会神经感缺陷 你可以知道B跟人有多大的关系 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再看一下 B1脑袋用很大 对 难怪我吃B1 我吃B1加B9B12的副方有感 比较能够让我工作一整天 因为我有时候工作是像这样 早上开工到晚上 一整天12个小时的 你不要忘记脑袋是我们身体里面 耗人最高的器官 那脑袋为什么要耗B1 因为我们在燃烧的时候 我们在处理这些能量代谢的时候 B1在里面 然后是特别拼命一下 不太鼓励像美国人一样 美国人的药商店 你看它有123 6 9 12分别卖 对对对 我比较不鼓励 为什么 因为后来研究发现 你大量使用某一个 这个B群的时候 其他的连带的损耗会增加 所以第一个问题 请记得尽量非特别必要 不要特别单独补充 它会连带的损耗掉 好我听懂你的意思 等一下再看一下这个 所以我发现 我为了这个 我真的很认真研究市面上 我买得到的这个普通的食品或营养补充品 我发现日本那个知名品牌 它是B1加B6加B9B12 就是它不是每一个B都有 对 真的 然后那几个可能是互相联动的 对对 它是因为它互相联动 所以要把它配在一起 所以你知道吗 吃B还有个副作用 不是叫副作用 就像你一样 你吃了会觉得精神比较集中 然后注意力快 反应速度变快 对不对 可是有人会因此睡不着觉 等等等等 可是因为我是白天吃 然后为了维持我一整天 长时间的高耗能的工作 是 我才吃我晚上不会去吃它 而且让我再补充说明一下 我十年前五年前体力好的很 不靠这个也是精神超好 我现在需要靠这个 没错啊 所以我自己怀疑是 人体在不同年纪 你的细胞 包含你的细胞 吸收跟使用那些 微量元素或者特殊的营养素 它的吸收率也不一样 它的使用率不一样 我讲比较大白话 有点像老旧的车子 或者老旧的手机 假机油啦 吃机油 有些老旧的手机 你们充个电充了很久 然后用两下 跑两个影片又快没电 对 我有点怀疑 其实它还是一个细胞能量的 耗损的老化 就跟手机或者汽车的老化一样 没错啊 我们再举另外一个例子 像维生素D的活化 年纪老的人 70岁的人 是10岁人的 四分之一 所以同样的维生素D 你说我都有吃到吗 问题我就是不能活化 因为你老了 或者一个阿公带一个小孩 一起晒太阳玩耍 小孩10岁 阿公70岁 然后他们两个可能吸收到维生素D 跟他们两个用到维生素D 是完全不一样 会差到四倍 好吧 那问一下这一个江医师 江医师日常生活里头 有一些食材富含B群 刚刚讲首先第一个是好的优质蛋白质 再来是全骨类 特别是完整的全骨类 它有原始的食材里头的B群 尤其是B1 我们的白米大概很少 那吃糙米它就很多的B1 那这个B1的需求 有时候会严重到什么程度 你知道吗 现在很多医院的急诊室 只要看到意识不清的人 找不到其他原因 譬如你电脑站坐了 他也没有中风 对不对 就给他一针B1 然后呢 很多病人会醒过来 为什么 因为像我们农民总医院 他以前照顾很多老农民 那有些人其实他有酗酒的习惯 那因为他独居 所以你也没办法去问 对不对 你如果有家人 你还问他说 他有没有喜欢喝酒 那你独居的 而且已经昏迷了 他还讲不清楚 他还讲不清楚 就给他打一针 很多人会打醒过来 那我自己有一个四十几岁病人 他被家属带来说 那老年痴呆 我说你也太早了 四十几岁老年痴呆 我检查了半天 问清楚才发现说 这个先生续久 其实续了十几年 那他现在已经很严重 严重到 他连他的直视都认不出来 可是很有趣 我们给他 对象现在要给他B群补充 感觉上一个礼拜 这个病人所有的记忆 意义的程度 都已经恢复了 也没有很久 也没有换很多简 B群很便宜 对不对 所以续久的人 他会大量的损耗B群 这个是一个很头痛的问题 B群的补充 其实对于孕期的疲劳 还有孕吐 尤其严重的孕吐 有些医生 他也会开这个B群补充 吃下去之后 他必须跟一种胃蜜素 结合胃有被部分 或是全切的病 你不只是要吃得多 你可能一定要从点D打 B群很耗到 D到某一个程度 病人甚至会昏迷 就像我们在简直 看到了那种单身的人一样 他会昏迷 那我们也是要知道B2本身 他就在很多的 像森绿色素材里面 鸡蛋肉里面都有 那B群很讨厌 对吃素人来讲 最困难是B12 因为B12在所有的植物里面 基本上因为植物不需要B12 所以所有的植物里面 都没有B12 所以你非得用到 坦白讲动物性的食品 你才会有B12 所以会导致于说 很多吃素人 如果他不注意补充 他会有严重的贫血问题 那叶酸当然就叶酸 就在叶子上面存在的 叶酸不够的人 不要说小孩子的 积住障碍 神经发育障碍 大人也可以造成贫血 大人也可以造成贫血 所以像这些B群 其实你从广泛的食物摄取 多样性的食物摄取 你摄取得到 可是万一你因为宗教或其他原因 或者是因为酗酒等等原因 你就需要另外补充 好我们再看一下这张图板 从这张图板当中 确实生绿色的蔬菜 富含比较多B群 刚刚讲比方说什么B1 B2 什么叶酸 其实主要都在蔬菜类 然后第二类是颧骨类 可是这要提醒大家是颧骨 比如说是糙米 而不是精致的白米 不是白米 然后第三类是某几个项目 像B12 它在动物性的蛋白质里头 所以为什么吃素的人 很容易一二十年的习惯 他其他的可能还吃得到 因为绿色蔬菜 在台湾还蛮容易吃的 然后颧骨类 比方全麦面包 或者是这个糙米 等等 你还是有机会拿到 这个颧骨类的B群 你比较不容易拿到的 真的是B12 对 所以林常常其实你能看到 如果吃素吃太久 你测贫血 你看到血球变得很大 动动一百多 那这个大概就是 很典型的B12 有时候我们甚至 不抽B12直接就给他打 然后他就有赶 马上就有赶 马上就会觉得说 这个贫血就会巨幅度的改善 那问一下江医师 网路上有一种说法 说如果B群补充的多 容易罹患肺癌 这是真的吗 这是来自一个工卫的调查 不过他最主要的产生这些肺癌增加 大概有几个前置条件 第一个有抽烟 那抽烟 而且高单位的B6 B12 那不过话说回来 其实抽烟的人 他补很多东西都会出事 我们也知道说抽烟的人喝咖啡 喝到第四倍之后 就开始产生坏处 开始减损他的生命 第二个在欧洲介入研究里面 我们把抽烟者给他高剂量的抗氧化剂 再加上被烙蘿蔔素 被发现这一个试验组的人 得了比较多的肺癌 所以抽烟的人 因为他给了一个非常高剂量 而且很复杂的化合物 所以他的确是跟 你看跟咖啡有交互作用 对不对 你跟胡萝卜素有交互作用 那至于跟6跟12 高剂量交互作用 这个我认为也不在话下 我自己有一个病人 50几岁一个男生 然后他抽烟抽到肺癌 那肺癌之后 他就把它割掉 经过化疗店 搞了一代 他觉得稳定下来了 那几个月之后 突然就又冒了一颗 那我们就协助去检讨说 他到底为什么 经过那么积极的治疗 然后还马上就复发 结果后来我发现一个问题 可能不见得说一定是他 不过可能有关系是 他女儿为了这个 疼惜这个辛苦的父亲 他得了肺癌之后 他给他吃高单位的V跟C 你不要忘记这一点 C的口服剂量 可以喂养癌细胞 真的假的 你在养癌细胞的 那个test tube上面 你给他低C 长得一定会比 没有吃C的好 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 他是抽烟者 又加了高剂量的V 那当然就V跟 6跟12都在上面 那在研究里面发现 有这个倾向 所以我就叫他说 不能再做这个事情了 很多癌症的病人 你不要乱补 补坏了 就像浮胺酸素养 这些东西 对于联络受伤有好处 可是你不要忘记 他也可以做 癌症细胞的养分 那我问一下 你刚刚讲的是口服锡嘛 那如果是天然食材里头的锡呢 因为天然的锡 是从蔬菜水果拿到的 对天然的锡 一般剂量都不像口服 我们现在口服台湾 市面上口服500起跳 然后一公克两公克 必必皆是 口服的锡还有一种 他很容易误导 我觉得是使用者跟消费者 就他们用那种发泡钉 然后给你泡 很多人刚好 比如说早上泡一瓶 小瓶的矿泉水 中午在一瓶 晚上在一瓶 然后他都自己不觉得 他就觉得他这样反而吃到 补充到很多水分跟很多锡 可是他可能 比如说发泡钉 早上来一瓶 中午来一瓶 晚上来一瓶 那这种人 他自己都过量超标都不知道 没错 因为发泡钉 最常见的做法是600毫克 对 600毫克 你一天泡个两三个 哇 那个这个 这个就 1000毫克我也看过 2000毫克我也看过发泡钉 就超标了 对 那其实我们 生产客是不建议超过1000的 超过1000之后 其实就很容易出 节食 草酸症 这些有毒的问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